繼續我們來關心 歐克蘭跟路西亞戰術相關的消息 歐克蘭總統德倫斯基去拜訪 托尼基的總統埃爾多安 而且把阿蘇共替前的五位 指揮官帶回去歐克蘭 不過因為之前有跟路西亞 交換政府的協議 這五位人應該是要留在 托尼基 現在算是已經讓 帶回去歐克蘭 路西亞是帶來批評 托尼基 沒說沒打 就把政府放給走 說他們這樣是 為官政府的交換協議 然後再三百天 我們會在韓國 他們要留在家裡 經濟過年的協議 這兩人原本應該留在托尼基 暫時算上去歐克蘭 過來 向歐克蘭 建設的托尼基 釋放在戰爭裡面 給你愛的人 表示托尼基 違反過年的九月協議 而且在釋放 他們進行沒有統領歐克蘭 歐克蘭前進超過一年半 美國總統拜登 進行和宣布 配準提供 一宿集團 家庭歐軍 環境 風災的面子 限制營消耗大幼的狀況 也控制這是過渡期的作法 這次不是配準 不是英文的配準 現在歐克蘭 想錄 要用在 歐洛斯國內 有關運氣外國的 配平 如果連下國 政權團體 配平 為官國制法 會增加民眾的思想 歐克蘭 再來也會增加大量的 保留物 跟地理的污染環境 在內一向支持歐克蘭的英國 修上 蘇納克 也沒有暫時 對此 歐洛斯國外國 也在設備發出新聞 表示美國的行為 就是歐克蘭 環境失敗的政府 這也想要提供 接受政權來延長 歐洛斯前進的局勢 恭喜新聞 男士董 明月